能源问题是任何一个国家都无法忽视的 而石油作为一种有限资源 更为珍贵 我国对能源的需求也是与日俱增 而南海恰好有着足以满足我们的丰富资源 石油相当于全球储量的四分之一 就连越南都在挖 可为何而我国明明守着巨量石油 还一直四处花钱买 21世纪 能源安全是任何一个大国都无法忽视的议题 中国的能源需求非常大 就像一只正在崛起的东方巨龙 对能源的渴求源源不断 而南海恰恰拥有着足以满足中国能源胃口的丰富资源 据调研发现在大陆架上有超过10个石油区 石油储量在230亿到300亿吨之间 这些被发现的储量毫不夸张地说 能够顶总储量的四分之一了 南海一夜之间成了他人纷纷觊觎的存在 除了珍贵的石油以外 还有天然气可燃冰等一些珍贵的有限资源 这些清洁高效的能源 对于正在经历能源转型 渴望摆脱对传统能源依赖的中国来说 无疑是雪中送炭 长期以来 中国一直是全球最大的原油进口国 这种过度依赖进口的局面 使得中国的能源安全始终处于一种卡脖子的状态 如果国际局势不稳定 一旦主要石油出口国对中国断供石油 中国的经济和社会都会受到很大影响 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 无疑是破解目前我们能源安全困境的一把钥匙 毕竟不但能提高中国的石油产量 减少对外部的依赖 还可以把能源安全的控制权稳稳掌握在自己手上 南海油气资源的战略意义 不仅仅在于能源安全 更在于它能够撬动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 不仅能给中国带来稳定的能源供应 还能促进海洋工程装备和油气化工产业的发展 为中国经济增添新的动力 想象一下 当中国制造的海洋工程装备在南海海域批波展浪 将沉睡海底的油气资源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祖国大地 那将是怎样一幅波澜壮阔的画面 可是南海这片海域从来就不太平 越南 菲律宾等国 对南海的油气资源虎视眈眈 频频采取挑衅行动 试图将中国的海洋权益据为己有 美国总爱把自己当成世界警察 经常插手南海的事情 想在其中捞点好处 搞得南海局势都不太平 他们打着航行自由冠冕堂皇的样子 让军机战舰在南海区域横行霸道 为那些侵犯我国权益的菲律宾撑倒戏 妄想作案关火 阻碍中国的和平发展 面对这些挑战 中国一直保持着冷静和克制 中国政府提出了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的原则 主张与周边国家通过对话协商 和平解决南海争端 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 实现互利共赢 搁置争议 共同开发 这八个字体现了中国政府维护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维护地区和平稳定的坚定决心 也为南海问题的最终解决指明了方向 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并非一蹴而就的事情 它面临着技术 环境和国际政治等多重挑战 因为是在南海不仅面临着陌生地面的情况 并且不同于在平地上自由 多数都是在深海 开采起来既难又贵 再加上是在海上可不是一般的平地 深海开采需要高科技的技术支持 以及器械设备 而这些技术和设备往往需要从国外引进 或者自主研发 并且一旦开始深海开采 还要面临着人员住宿和生活补给等实际问题 这些都给开采工作带来了不少挑战 而南海的海洋生物种类非常丰富 很多罕见的海洋生物都生活在这里 在开发油气资源的同时 如何保护好南海的生态环境 是中国必须认真面对的课题 人与自然共生 恶意的破坏也是对自然的损害 石油的开采不可避免的会对海洋生态环境 带来一定的负面作用 若是管理不善 可能会对当地的渔业资源造成破坏 从而对渔民的生存方式构成威胁 所以在南海进行油气开发 必须采取严格的环保措施 最大限度的减少对海洋生态环境的影响 在南海周边的国家 大多是发展中国家 在资金、技术等方面存在不足 与中国开展油气合作 符合他们的自身利益 中国也愿意与周边国家 分享油气开发技术和经验 帮助他们提升油气开发能力 共同开发南海油气资源 实现互利共赢 但是实际情况可比想象的困难多了 这条路没那么好走 现在很多国家嘴上说要共同开发 实际上却在占便宜趁机捞一把 他们一边与中国进行谈判 一边却加紧与西方石油公司合作 加速南海油气资源的开发 企图造成既定事实将中国排除在外 中国在保障能源安全方面打出了多元化的组合拳 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 对中国确保能源安全和促进经济发展非常重要 然而中国也清醒的认识到 南海油气开发是一个充满挑战和风险的领域 不可能一蹴而就 与其将宝贵的资源和精力 全部投入到这片是非之地 不如放眼全球 寻求多元化的能源获取途径 这才是保障中国能源安全的根本之道 尤其这几年 中国在国际能源领域挺活跃的 尤其是跟中东非洲等地区协作了不少油气项目 成果挺不错的 这些合作项目不仅为中国带来了稳定的能源供应 还推动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实现了双方的互利共赢 多元化的能源获取方式能有效分散风险 不会把所有赌注压在同一来源上 通过参与国际能源合作 中国还可以学习借鉴其他国家的先进技术和管理经验 提升自身的能源开发能力 面对南海油气开发的技术挑战 中国从未停下脚步 相反中国将此视为提升自身科技实力的契机 不断加大科研投入 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 而随着综合国力的上升 无论是在海洋工程装备制造 深海油气勘探开发 海洋环境保护等领域 取得了一系列突破 为南海油气开发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撑 由中国自主研发的蓝经二号超深水半前式钻井平台 最大作业水深达3658米 最大钻井深度15270米 是全球作业水深 钻井深度最大的海上钻井平台 标志着中国已经完全具备了 自主开发深海油气资源的能力 除了蓝经二号中国还自主研发了一系列先进的海洋工程装备 深海一号大气田开发装备 海牛Ii号海底钻机等等 这些装备的成功研制 打破了西方国家的技术垄断 使中国在深海油气开发领域拥有了更多的话语权 南海问题从来都不是一个国家的问题 更不是一个零和游戏 只有与周边国家携手合作 才能实现南海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 共享南海的和平与繁荣 中国和东盟国家正在积极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的讨论 共同努力制定南海地区的规则和合作机制 这为解决南海问题提供了制度上的支持 在搁置争议共同开发的原则指导下 中国已经与周边一些国家在南海开展了油气合作项目 并取得了积极成果 中国和越南在北部湾确定边界后 开始共同开发资源 这对两国都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好处 中国乐意和南海周边的国家 一起分享油气开发的技术和经验 大家一起合作开发南海的油气资源 实现互利共赢 中国倡导建立南海海上合作基金 用于支持南海周边国家的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 共同打造南海命运共同体 解决南海问题 合作共赢才是最正确的路 中国会继续走和平发展的路 和周边国家一起努力 把南海变成一个和平合作友好的地方 但是要明确一点 在南海问题上 中国始终坚持维护自身的领土主权和海洋权益 这一点不容置疑 中国人民从来不惹事 但也绝不怕事 对于任何挑衅中国主权和安全的行为 中国都会果断回应 绝不手软 南海这片海域充满了历史和希望 正朝着和平 稳定和繁荣的方向前进 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走和平发展道路 坚持与林为善 以林为伴的周边外交方针 与周边国家一道 共同维护南海的和平与稳定 推动南海油气资源的共同开发 将南海建设成为和平之海 合作之海 友谊之海 为地区的繁荣发展 做出新的更大的贡献 MING PAO CANADA // MING PAO TORONTO